有明蘇大學他關閉孔子軒 你說政治正確這個根本談不上 因為美國大學往往跟政府 經常他以跟政府對著幹為榮 那麼他對這個 剛才挪女士說得非常好 他對孔子軒的關閉 主要的考量是保護他的學術自由 政治正確是說我自己缺乏自由 因為我受一種輿論 政治環境 或者政府的壓力 有些話不敢說 有些事不敢做 或者有些事不得不說 不同意也不得不說 不同意也不得不做 那麼對於明蘇大學 這個恰恰相反 他的孔子軒 無論是明蘇大學 還是這個什麼國和立大學 你就會發現孔子軒 自從他建立之初到現在 他都出現了這種政治正確 比如說經常人們說的 三個T不能講 一個T就是天安門 另外一個T是西藏 Tibet 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 哎呦我一下 台灣 對對台灣 台灣 那麼就是說他實際上呢 政治正確呢 這個是在孔子軒 他取消孔子軒恰恰是為了打破這種自由 當然了也不完全是說完全是為了學術自由 那麼還有兩點我覺得要注意不能忽視的 第一就是說美國國會去年8月份參院吧 通過了這個國防授權法 那麼這裡邊呢明確規定了 如果說你要是有孔子軒的學校 可能拿不到他的一些經費 國防部的經費 那麼美國的參院他這樣做 他有大量的證據 這是一種考量 一種國家安全考量 那麼大學呢 他也會覺得如果這樣我拿不到這個國防部的經費 對我也不利 所以這是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孔子軒的背後是中國政府 而中國政府呢 無論是在這個人權紀錄上 還是在國內的人權紀錄和國外 對這個國際政治經濟規則的破壞上面呢 他都是名聲非常不好 那這種情況下呢 如果說我們在一直 這些需要考慮 我在一直從中國政府拿錢的話 來做的公主權 對他們自身的名聲也不好 對我們來說